你别告诉我,面条你只会煮着吃,那今天我做的这个豆角焖面,你一定要试试。 软香筋道,家人都喜欢吃。 首先,准备一把洗好的豆角,切成两厘米的长段,半根胡萝卜先切成片,再切成粗条。 6块钱的五花肉切成薄片,都收入到碗中备用。 锅中油热后,放入五花肉,给五花肉多煸炒一会儿,炒出多余的油汁。 放入葱,姜,蒜,干辣椒翻炒出香味。 加入豆角,胡萝卜,一把黄豆芽,好吃的关键啊,就是放一包这个焖面酱汁,一袋里面有两小包,可做两次。 其他调料都不需要再放了,翻炒出酱香味,加入热水没过食材,盖上盖子炖上十分钟。 接着盛出一碗汤汁,把面条直接铺在上面,稍微摊均匀一些,再把盛出来的汤汁倒在上面,盖上盖子再焖十分钟。 时间到之后打开盖子,哇,太香了。 再撒点蒜末,充分地翻拌均匀,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样做好的豆角焖面,柔软筋道,有肉有菜有主食,大小朋友都喜欢吃。